哈喽大家好我是帮大师 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 一把团长都算入会冒险玩具囚徒先知 这阵容我在想他们怎么救人呢 这阵容有一说一 是真的一个救人位都不太能算了 只能算半个玩具装算半个救人位吧 我应该是玩具冒险带博命啊 玩具一个博命 冒险家估计也是博命 看一下吧这局怎么打 我觉得这局穷者非常非常难打 就第一牵制 也牵制不动啊 你知道这种抓个先知抓个囚徒 抓个贸易家 抓个玩具伤都行 因为他这边其实可以选择抓玩具伤什么的 来闷博命的 闷掉一个博命对于穷者来讲 不太能有机会盘获一个私人开门战 穷者这局要打一个私人开门战 他们得是两个博命套 把这个时间给套出来才可能 完成一个私人开门战的 如果闷掉一个博命 我觉得穷者机子不够 这的话是找到了 囚徒 慢翻 问题不大 这里压住这个位置 囚徒刚才反正你这边伞没收 就让个慢翻也没关系 再丢一个伞 这边应该是封前面小门 小房这边的门 小房这边的戳 板子 他这边的一个追击 好像不是特别想要去追这个囚徒吗 就感觉他追的 有点不走心啊兄弟 是不是啊 有没有感觉这种 大家追这个囚徒感觉有点不太走心 他的一个罪温之意 不会是在冒险家吧 我感觉他这边前期有在逛街的嫌疑 就伞丢归丢什么的 感觉追的非常的不走心啊 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一种感觉 就他走位没有压得特别死 没有把穷者固定在一个点上面 就死追的那种感觉 而是就是感觉号一号 尝试有机会们打一刀 没机会我这边换人的一种思路打法来打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穷者前期 算是牵制开来了 这条地图本身追击 对于素散来讲就不是特别容易 然后他这边追的又感觉偏松 那叫他囚徒交个垫 外面还有个先知的鸟 这局算是拉起来了 有摇铃了 这边交个垫 那边冒野家50%的输液 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回不了头了吧 外面总量加起来是三台都多了 冒野家这边的话算一下 总量加起来三台多了 那控场打吧 他这把只能打控场了 丢伞过来 玩具杀 这边的话是怕跳板 所以说直接挥了这一刀 这不会一待会四人开门战跑了吧 我的话都已经料在这边了 不好说 这套阵容你说真的要完成一个四人开门战争三跑 我觉得是蛮难的 我个人觉得是蛮难的 现在的话确实是已经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但是呢 他们打到中后期的一个能力会越来越弱 打到中后期的能力会越来越弱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这套阵容 玩具商跳板没了以后 它就是个白板的 它能够给冒野家提供道具 事先两个人剪不了道具 先知的话呢 你说要吸出一只鸟 在后续也比较难说吧 也就是说待会儿到后面只有什么呢 只有冒野家可能能用道具 其他人大概率全是白板 或者囚徒有一手电 这种局能完成一个三跑 再加上这里可能还有一波防守焦电 走 可以啊 这局感觉团长打的有点奇怪 他是不是看这套阵容有点掉以轻心啊 但是虽然说阵容上面是 比较脆的 但是毕竟对面的对手 那都是绑前的人黄啊 对吧 你这感觉是 有点松懈的意思啊 因为他刚刚开始 他的追击 其实我们老观众应该知道 他的追击能力是很紧的 穷者 他能够走位的空间是很小 但这局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穷者的一个走位空间 就上来囚徒的一个走位空间 还是蛮大的 看这波防守吧 这波防守 玩具商 这边 吸魂应该是吸不到 玩具商就 玩具商有一岁救地下室的人还真蛮厉害的 机子的话应该是铁定牙好了 这边百分之五十几的输液 诶 不够啊 这个机子 给我递刀 那这样的话 机子我们算一下 差不多 差不多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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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亮 这边的话应该是先追猫一家 看 绕过来 下眼 封门 两个 这个伞是一定不会丢的 丢了这个伞 那边的门怎么封呢 这边 你丢了这个伞 那边的门不就 这边的话 丢一个眼 然后再去找这边的囚徒 他选择把人挂进地下室 挂进地下室 囚徒 能走吗 我是当时觉得这个伞为什么不会丢呢 因为这个伞丢了 大门就一定拦不住了 他选择丢伞来把前面 相对来说 距离比较远的这个冒严家给抓了 然后回头来打囚徒 好像也可以 这样的话是一个宝瓶的打法 是一个宝瓶的打法 这里囚徒的位置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 能找到人吗 这边如果说能找到人 他要来偷袭 这边有没有机会 玩具商先赶走 那边开戏会回去 挽留时间还剩下40秒 这样的话先知把人捞了 但这两个人可能都走不了 落地刀有没有 321落地刀 那先打满血的 好 冒野家这边也走不了 这个旧地下室 怎么说呢 感觉还是有 等会 感觉还是有点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当然正确的地下室 你得这样子 就是如果他赶不回来 赶不回来 我觉得不太可能 毕竟是个宿瓶 挂飞以后找到先知 最后还打了个平局 还是这套这种残局太弱了 我可以想到 是不是一个全员白板 是不是一个全员白板 如果前期节奏再好一点 对于宿瓶来讲 这个局是很有机会 就是直接拿下的 感谢大家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